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我这边为了让各位了解更清楚 我把刚刚的东西再把它加上这个注解 这个注解 而且这个也是最新热腾腾的 因为刚刚我才打上去的 OK 所以每次上课都每次上课有新的东西 因为刚好配个每一个班级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也是这一班 之前有上过 不过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细节 没有提到 还有照相 我帮各位把那个照相 应该够清楚了 回去自己再玩玩看 然后怎么样知道这个物件的属性跟方法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找一些外挂 比如说你可能不知道outlook 你可以把它引用进来 然后看一下outlook里面哪些功能 属性跟方法吗 其实属性跟方法是成员 方法一定是绿色的 属性一定是那个 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 那所谓的属性 基本上就是记载大部分就是物件里面的一些外观 包含是什么大小形状颜色 或者一些它的数值 一些等等的相关的东西 那都会放在相关的那个属性 那不过它的缺点是它里面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所以你可以在网路上应该查应该也可以查得到 那再来如何把那个所有资料变成就是一栏 因为不跟 对一栏 然后不是一个储存格 刚刚我们是把它放A1 可是A1你要怎么样把它放才那个 所以我们要横向切纵向切 那如果当你不写程式的话 我觉得你有几个方法 像我可以把它全选 这个整个怎么样 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把它整个整个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就做什么了 其实都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握着可不可以 其实我觉得握着应该也可以 共摆的文件没有 你把这贴上 把它选择性贴上好了 比如刚刚东西贴上 贴上OK好 那你会发现贴上的资料 它就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你贴上之后把它全选 记得好像直接可以用什么 把它转换成那个 第一个这边有个什么 这个符号 其实在Word里面 它也可以显示这个换行符号 那这个符号 一般是所谓的强制分行符号 那其实要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我先把它Ctrl加H 取代嘛 那取代什么呢 通常会把强制 强制分行 这边有没有一个 这个叫强制分行符号 指定方式 这边有个叫什么 这个叫强制 手动分行 有没有 L 这个东西其实是这个 手动分行符号 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换行 就段落标记 因为如果你用段落标记 它才有办法帮你转换 用那个手动分行不行 全部取代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 它已经帮我把刚刚的东西 换成段落标记了 第二个的话 就是把它全选 全选之后 再利用插入里面有个表格 有一个文字 就是什么 有一个叫做文字转换为表格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这个功能 只要你是个文件 其实通通可以变成表格 那表格的话 总共有几栏呢 总共会有12栏 那在逗点 的地方 这边分格的话 在逗点 12栏 记得好像应该 这样应该就OK 试试看好了 诶 怎么没转 逗点 我看这明明是 逗点 不对 为什么 这两个 所以两个怎么办 取代一下 它有两个 对不对 把两个变一个 再把它剪下 两个变一个 否则的话 它会变成多换 全部取代 好 这样子的话 全部都把它 贴在一起了 这时候的话 一样把它全选 全选之后 再利用插入里面的表格 文字转换为表格 然后呢 逗点看看 我看这个应该 中间是逗点 然后把它改成12栏 就按确定的话 其实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 奇怪 这个 它 有逗点 可它没有转 还是因为这个 这个资料 好 这个大概是一个方向 就是先把它转 转完之后 不过这个部分是没有用 VB 不是用程式写的 不是程式 其实一定是可以的 只是这个 给它try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不用那个 就是如果我不用 不用那个 Word来转 我用VBA来转 该怎么转 那这里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刚刚有特别 利用那个 Nolipay Plus Plus 跟各位讲一下 按右键 这个 Nolipay Plus Plus 那有利用这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相关的 后面 它会有一个 CRLF的符号 在最后面 所以如果说 我要切割它的话 我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跑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从头到尾 去帮我做什么呢 去找找看 理论上 就是找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在 就是 VBA里面呢 它会有个特殊的名称 叫VBCRLF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可以用 INSTR一个函数 VBA里面 那个找字串的函数 找找看 有没有它 如果有没有找到 它之后的话 那我就切一个头 再切一个尾 这一段 就帮我怎么样 放在一个 储存格里面 再怎么样 换下一个 所以把那个 我有个变形叫I I再加1 加1之后的话呢 再往下找 找到第二个 那找的时候 特别注意哦 你要告诉他说 我的开头 这个时候就不能 从头开始找 我要找什么 从这个找到的位置 再加两个 因为这是有两个 CR加LF 再加两个位置 再继续往下找 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跟我讲说 这中间的字 并且利用MID 有个函数 叫MID函数 帮我头尾切出来 切完之后呢 放在第二个函数 再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找 直到怎么样呢 直到找不到 这个CRLF为止 OK 所以找不到之后的话呢 它会切到 这一个 倒数第二列 那不过 剩下这一列 怎么办呢 你最后就把 最后找到的 这个位置 加两个字的头 在剩下的东西 全部把它切 放在最后一个 储存格 就完成这个回圈的动作 不过特别注意哦 回圈的话 记得就是说 我们之前通常会用 Fall NAS回圈 那Fall NAS回圈呢 它需要有一个 从第几个 到第几个 可是呢 我们并不知道 最后应该会有 几笔资料 我不知道 但是所以呢 你不能用那个 Fall回圈 那我又改另外一个 叫DoFile回圈 DoFile回圈呢 就是反正你一直找嘛 直到什么呢 找不到为止 找不到的话 NASDR就会等于0 OK 所以 大概说明一下 因为 不过这 跟各位讲一下 当然难度一定是非常高的 所以 各位先有心理准备了 那首先第一个 了解那个符号 这个Nodebit Plus Plus 如果你没装的话 你可以把它装起来 第二的话呢 就是 头尾头尾 最后一个没有 OK 那另外的话 我怎么知道说 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ASCII Code里面的 所以这ASCII Code 早期在 在制定那个键盘的动作 10的话就LF换行 13的话就Return 所以呢 其实那个换行后面 就是这两个字元 那我们主要是 跟各位 然后再来的话 程式码在这里 OK 所以 我把这个 先Run给各位看一下 Ctrl C 然后呢 我先把它贴到这个底下 Ctrl V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 底下我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Arrow 这边应该是这个 这个把它Enter一下 OK 好 应该是这个地方换行 然后 我把来源改一下好了 好像之前的来源 我把它改成今天一样的来源 这一个这一段 那我们先Run一下好了 基本上我刚刚讲的那个逻辑 就是现在写的这一段程式 那我试一下 基本上一样 我也是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呢 直接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OK 好下载完毕 而且在瞬间 有没有发现 都帮我切开来了 每一个每一个切开 OK 不过最后这个也是切开 这是它列高 好像比较高一点点 那至于细节 我想各位先稍微把这个 逻辑先厘清 等一下再来看细节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下转